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看一下前两天有组装过的 万代推出的最新R级系列的产品 Hi New Gundam 这款产品推出已经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了 在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当中 各种大大事实的UP主对这款产品 已经是各种挖掘 各种优点吹上天 什么完美骨架 裂甲 高可动之类的这些优点 相信大家都已经是烂数于心了 我对这些优点也都是表示同意的 所以说这期视频不打算再花大量的篇幅 说这款产品有多好多好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是听腻了 这期视频来说一说这款产品身上 存在的一些小问题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以及再来回答一下上一期视频当中 小伙伴们提出的疑问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款产品 作为R级的产品当中 竟然没有附带同比例的小人偶 如果你是收集小人偶的话 这款产品会让你失望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款产品身上 大多数地方都用了隐藏水口 但是有部分地方还是有水口残留的 主要的地方就是在于 第一个地方在背后背包的上面 有两处很明显的 然后在肩甲的上面会有两处 这里这里 然后在肩甲的前面也会有 这里的话因为我是在肩甲前面贴了胶贴 是把水口给遮挡住了 如果不贴胶贴的话 在前面会有两处比较明显的水口 这些蓝色零件的地方 有一些水口的话还算好 就有一些轻微的发白 仔细剪一下的话还是可以处理好的 但是在银色零件的地方 这个水口发黑的话就会非常明显了 主要就是在右臂的前面会有两个发黑的点 然后在裙甲的侧面也会有一个点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是在武器上也会有 特别是在枪口的地方 发黑非常的明显水口很大 还有就是在后面弹仓的地方 以及罗子快乐筒的地方也会有一些这种 基本上银色成型零件的地方水口都没有做隐藏 都是漏在外面的 这些的话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要喷涂的话最好做一下喷涂 或者是做一下小面积的补色都是OK的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小的问题 装完了之后这一款海牛的高度 从脚底到天线的话 差不多是16厘米 然后如果是到后面的背包的地方的话 是18厘米左右 拿出一款同系列的牛高达来做一下对比的话 两款产品在本体的高度上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因为牛高达后面的浮游泡比较高 总体来说还是会比海牛更高一点的 如果是要拿出海牛高达的对手 业鹰来做一下对比的话 不好意思 业鹰还没来得及装 还是一个盒子的状态 就凑合对比一下 如果是要和同机型的其他系列来做对比的话 我拿出的是MR魂系列的海牛高达 可以看到明显R级会比MR魂系列会高出一些的 那么如果单从设定上来说的话 可能大小还是MR魂系列更接近于原设一些 海牛没有那么高的 如果从外观造型上来看的话 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R级海牛身上是充斥着非常丰富的刻线和机械细节的 但是MR魂系列的话还是以还原设定为主 所以说身上的设计还是比较的简洁的 就是非常干练的这种块面设计 我知道这两款海牛它们的出处是不同的 原本在设定上就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但是即便如此 这款R级海牛身上的细节还是多到发指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就我个人来说的话 肯定还是更喜欢R级身上细节 丰富一些的设计的 非常的漂亮 但是如果要比把玩手感的话 我可以很负责任说 那肯定还是MR魂的产品 肯定会把玩手感更好一些 因为毕竟它是成品玩具 身上的各处关节都是用金属关节做的 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我拿在手上 可以看到MR魂的产品是非常牢固的 完全不会有晃动 但是R魂的话 身上还是非常松动的 因为毕竟还是一款全塑料的拼装玩具 各处关节的话 肯定不会像MR魂这么的紧实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 包括这款产品 R级的海牛 它的自立性也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因为背后的背包实在是太大了 从侧面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会比身体还要宽 我知道背后的这两根燃料管 是可以做辅助支撑 是可以撑得住的 但是你买一款产品回去 你也不可能一直让它暂失对吧 你稍微要摆一些其他动作的话 这后面两根燃料管可能就撑不住了 可能这个造型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限制 而且这两根燃料管的末尾是用C型扣连接的 所以说燃料管还是蛮松的 像我现在把它放在切割垫上的话 站的还挺稳的 如果是比较光滑的表面的话 其实是站不太住的 燃料管是会发生打滑的情况的 集体是会往后倒的 如果你的展示柜是以玻璃为隔板的话 可能这个就站不住了 就会往后倒 所以说如果你要购买这款海牛的产品的话 建议一起再买一个支架会比较好 买支架的话也要注意 虽然说二级的海牛是1比144比例的产品 但是买支架的话一定要买1比100的支架 万代的通用支架就可以了 有两种可以选择 一种是这种稍大一点的底座 另外一种的话是这种稍小一点的 这两种支架都可以使用 一定要买1比100的通用支架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想额外买支架的话 难道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买这款海牛高达的武器配件包 同样也是在9月份发售的米加粒子炮的武器配件包 在配件包当中的话会带两个这样子的支架 一个是给米加粒子炮用的 另外一个就是给本体用的 万代也是知道海牛是离不开支架的 所以说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武器配件包 这个武器配件包当中就只有一个米加粒子炮 是没有浮游炮的支架的 所以说如果要还原出浮游炮发射状态的话 还要再去买之前牛高达的一个配件包 牛高达有一个浮游炮的配件包当中是有支架的 但是这样子做的话会多出6个牛高达的浮游炮 但是好在海牛的浮游炮支架上面 也是可以插牛高达的浮游炮的 所以说就换着玩玩 你可以把牛高达的浮游炮装上去 换一种玩法 只能这么玩了 我估计应该万代不会再专门 为海牛推出一个浮游炮的支架配件包了 应该不会吧 海牛的武器配件包是网店限定的产品 官方定价是消费税前2500日元 我手上的这一盒是9月份出货的第一批次的产品 如果你没有买到第一批次也不要着急 之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的产品出货的 不用那么着急买配件包的 先把海牛买到了再说 下面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来看一看武器配件包的素质如何 这个包装盒就是普通二级系列产品的包装盒大小 直接来开箱 打开了赛之后 首先第一版就是炮的外壳零件 白色的以及一张小小的胶贴 有很多的这种红色的注意符号什么的 然后里面的内构都是超大块的零件 板件数量并不太多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里面当中会有两个支架 这个就是支架的零件 这个零件并不是纯黑的 而是黑色的半透明的零件 后面是枪管超大的一门炮 这个又是一个支架 还有两片底座 整体的板件数量并不是特别多的 下面还有一份说明书 装装的话应该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我们赶紧来装一装 看看成品的表现如何 转眼之间就完成了全部的组装 这门比加粒子炮看上去体积大 但其实结构还是挺简单的 大概满打满算的也就半个多小时 就可以完成全部的组装了 这门炮身上也和本体一样 都是大多数的零件都做出了隐藏水口 所以说装完了之后 基本上是看不到水口外露的情况的 整体的素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细节表现什么的也都是挺好的 而且这门炮的造型也挺好看的 左右是不对称的 这一面是一个大大的圆盘 然后另外一面的话 是会有4个像电容一样的这种结构 然后这边下面的话细节都是挺不错的 都挺好看的 体积是非常的庞大 整门炮的长度是正好30厘米 可能我拿在手上大家还不能够感觉到它的庞大 我们来对比一下拿出刚才的海牛 放在一起的话可以看到 这个高度是海牛的两倍左右 这个大小已经是和去年的那一款法兹的那门大炮 已经是差不多的大小了 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一样大的 但是要知道这款法兹是1比100的比例 而这一门米加粒子炮的话是1比144的 比例都不同 大小是一样大的 配件包当中除了会有这门大炮之外 另外还会有一个类似于像发电桩一样的零件 这个零件是可以插在底座上的 把它固定在底座的边上 然后还会有一根线缆一样的结构 一端插在这个上面 另外一端的话是插在这门大炮的内侧 会有一个凸起像接口一样的结构 把这个插在这里 就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大炮的发射状态了 然后产品当中所附带的这两个支架 也和一般市场上买的有些区别 一个是长杆 一个是短杆 如果是自己单独购买支架的话 我记得好像是只有这种长杆的造型 这种短杆的造型好像是没有的 这次明显就是为了配件包当中的米加粒子炮 和二级海牛一起展示的时候 高度可以配合上 所以说是一高一低 这个低的是给海牛用的 这个高的是撑这门炮用的 但是上面的接口并没有专门为这门炮而设计 就是一个通用的接口 所以说在支撑这门炮的时候 只是做一个辅助支撑而已 并不能够把它撑的特别稳 并不能很稳的把它固定住 还是有一些晃的 这门炮要握持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 就直接用海牛的替换手型 扣在下面的握把处的地方 然后背后还会有一个卡扣 这个卡扣是扣在肩甲上的 往肩甲上一扣 然后前面稍微辅助支撑一下 就可以还原出一个发射的状态了 整个造型还是非常帅气的 总的来说这个武器配件包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这么大的体积 而且当中还有两个支架 这个支架单满满也蛮贵的 六七百日元肯定是要的 这门炮就1000多日元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不过我也有一些可惜的 就是如果可以在这个武器包当中 再给我们附带上浮游炮的支撑支架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万代总是留那么一些小尾巴 不让我们舒服 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一键三连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